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院长 项目总指挥李志强 和飞机发动机钛合金材料 打了三十几年交道 当他接到迅速研制口罩机 迅速投产投用的任务后 第一个动作就是在搜索栏里 输入口罩机 是的 刚开始的时候 这些擅长造飞机的尖端人才 很多连口罩机长什么样子都不清楚 李志强和他的团队属于完全跨界 但是尽管如此 他们只用了半个小时组队完毕 用了四个小时完成任务评估 组建设计队伍 用了三天时间完成图纸设计 用了十六天就造出了样机 开局就是决战 起步就是冲刺 和疫情赛跑和时间赛跑 制造战斗机和口罩机有点一样的意思 那就是速度安全可靠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分布在全国六省份的七家单位 近七百名专业人员投入了研制生产 生产出二十四台设备全部投产后将每天生产三百万片口罩 我们这次研制口罩机采用了数字化的设计制造技术 这与研制尖二零飞机的技术是一样的 都要先在计算机上进行模拟和仿真 这样做呢 第一个优点是快 我们研制尖二零飞机 从发图到飞机首飞 总共只用了十八个月的时间 而我们这一次研制口罩机 从接到任务到最后首台口罩机下线 我们仅仅用了十六天的时间 第二个优点呢 就是质量可靠 稳定性好 只要按下一次按钮 无人照料 它就可以连续工作 生产效率是每分钟一百片 每日产能可以达到十四万片口罩 我不知道李院长 这最后一台口罩机交付之后 您之后的工作计划是什么 我要回到我的主页上去交航空 去上我们的飞机 去保家卫国 为解放军提供装备